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回去以后不许训练 不许运动 三个礼拜后 让当地医生检查完没有问题 才可以上场 放心吧 我认识最好的医生 我未来的丈母娘 瞎说什么呢 得更好 还不太好 我认识最好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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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医生 但是还不是每一个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要感谢雷诺教练 给了我们一个跟巴萨清训队 比赛的机会 小伙子们 拿出你们的实力来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了吧得了吧 你这话比我还多了我看 看到了吗 你们放心吧 他们有在好好踢球好好的比赛 到时候我会多录点视频给你们的 你们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 拜拜 偶尔 卡动 非常三秒钟 听说 如果你们放下 我会来喝一杯 他说你们表现得非常好 那个想邀请你们 一起去喝一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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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就免了 过这儿可以 好 好 好 过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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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总 是不是很紧张 你别忘了你的承诺 放心吧 我说到做到 莎莎 莎莎 贾总 几天不见 莎莎又漂亮了啊 莎莎人变漂亮了 做事可也更强硬了 是啊 之前订好的合同 说改就可以改了 三位说笑了 我们杜总 也是为了合作的公平性考虑 这不约各位过来商量吗 来 里面请 别客气 别客气 来 我们这次来呢 莎莎 你看啊 你这份合同啊 我们发给我们公司领导看了 领导很不高兴 今天我们三个人来和你聊啊 其实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是啊 那这样 那这一杯 送我给你们赔礼道歉 我先干了 杜总爽快 但是 只喝这一杯 恐怕不太够吧 是啊 这一杯呢 也郑重地向你们道歉 这样 这样 这三杯呢 算是代表我们的诚心 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 这样吧 咱们聊一下投资比例的问题 我们是诚心想和贵公司合作的 可是 所以更改条款 也不大好吧 莎莎 你看 既然你们公司诚心诚意的 想跟我们合作 那今天晚上 我们是不是应该 不醉不归啊 当然是 莎莎 莎莎 这位是 我是杜总的助理 我叫关键 既然你是莎莎的助理 你就不要干扰我们谈项目 好吗 我们杜总是真的不能再喝了 关键 这没你什么事 莎莎 你的属下好像不太听你的话呀 这样的话 我们很不放心跟你们公司合作呀 你也知道这是合作啊 你也知道这是合作啊 第一 在工作场上 她不叫莎莎 她是我们极光集团的杜总 第二 平等的合作谈判 不是在一张酒桌上 三个男人怪你一个女人球 她是极光集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你们应该给她相应的尊重 照你这么说的话 今天 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聊了 是的 杜总为了这次合作 前妻做了无数的准备 但现在我觉得 你们这样的合作方 对不起她所做的工作 你就是一个小助理 能够有什么资格代表 极光集团说这种话 我助理 足够代表我的意见 我觉得合作可以停止了 关键 你先出去吧 小姐 慢走 欢迎您下次光临 欢迎您下次光临 杜总 刚才我搞砸了 我是不想让他们轻视你的努力 不想让他们觉得 你是那么随便的人 我知道 今天 谢谢你 杜总 我刚才有没有特别帅 有没有一瞬间的心动 说点正经的吧 正经的 好啊 你刚才还叫我先出来 你又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刚对他们说 我说 杜总 我说 我要投资 对他们具有威胁的 一个小公司 杜总就是厉害 一招避命 一语中递 连这种小公司你都知道 我昨天晚上 看了你做的笔记 我做的笔记 我做什么了 明天公司聚餐准时到 好 我一定 是的 怪不得 我还需要 解决 再解决 我 你 你 知道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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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大家索取一个拥抱 我要抱一下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来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喜欢我啊 来 大家喝一杯 大家喝一个 来 喝一个 来 喝一个 来 来 喝一个 干杯 接着玩 来 等会儿我看看下一个是谁啊 是我们的杜总 大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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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在齐火后再爱那个 当杜总唱一个吧 好不好 也行啊 唱一个 唱一个 对啊 唱一个 唱一个 唱歌 唱歌 好啊 唱歌吧 唱 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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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来一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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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我替杜总再给大家唱一首 也行 不用 不就唱歌吗 打赛了一个 我打赛了一个 也要不要 唱歌 我打赛了一个 这就会有什么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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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我有话对你说 说什么呀 来 utral 你说什么 真心话 经过这些天的试用 我发现你并不适合这个工作 所以我也想趁着大家在聚会 说点真心话 那我们大家一起 来跟关键说声再见吧 杜总 剑哥的工作能力真的很棒 他每次做完工作都会来帮我 而且 剑哥来公司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被照顾得很好 对啊 对啊 是啊 杜总 剑哥真的挺好的 上次我生病 他不仅把我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 还告诉我一些方法 让我调理身体 现在我身体都变好了 真的得谢谢剑哥 就是啊 杜总 剑哥还总跟我们公司的员工带早餐 对啊 杜总 剑哥对我们的工作帮助真的很大 别让他走了 对啊 是啊 杜总 杜总 你再考虑考虑 好了 大家别说了 是这样的 今天这件事不怪杜总 我早已经想走了 之前没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这样 今天呢 我请客 以后大家常联系 来 喝一杯 剑哥 剑哥 不能走 来 大家嗨起来 点个 点个 唱歌 嗨起来 这 这 帮因为érique 其实你没有义务送我回家的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助理了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好好 是不是你對我的工作有什麼不滿 不是 你工作得很好 不是我認為 是大家都認為 不管是你的工作難度 還是人際關係的處理師 都相當處心 我相信沒有人比你做得更好 那你為什麼還要跟我走 就是因為你做得太出色了 有些事情已經超過了主力 這樣難道不好嗎 莎莎 你不僅是工作上 你生活上也需要有人照顧 我不需要 我也不習慣別人照顧 我覺得如果 你要繼續當我助理的話 那我其實是在占你便宜 你為什麼總是拒絕別人對你的好 你到底在怕什麼 合作方對你的刁難你都能讓步 你為什麼要怕我對你的好 我沒有害怕 我只是不喜歡行嗎 而且我不喜歡把這種事情 和工作混為一談 哪種事情 總而言之 從明天開始 你已經不是我助理了 好 莎莎 你剛才說 你不想把這種事情和工作混為一談 那我尊重你 我現在退出你的工作 但是在其他事情上 你也沒有權力開除我 這也是我做的選擇 這週你們長了見識 也領教了 西班牙訓練體系的厲害 但是別忘了 他們只是一支預備隊 就算我們當中有人 已經拿到了入隊的資格證 我們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我們跟超聯盃冠軍還有很大的差距 就算是一個夢想 只要想去完成就沒有任何鬆懈的理由 想完成你們的夢想嗎 想 好 下面的訓練計劃我已發給了喬叔 你們要跟著喬叔好好的訓練 這麼多天沒見我了 是不是想我了 沒有 謝謝啊 沒事沒事啊 等一會兒到訓練場上 我跟你們好好親近親近 往後 傻叫什麼呀 困你還笑得出來 每天那麼多煩心事 沒什麼 放心吧 沒有什麼困難是解決不了的 那我問你個問題啊 假如說我們現在沒帶手機也沒帶現金 但是我特別特別想喝飲料 你怎麼辦 等著啊 那不會想喝點 呢 你 可是这样好傻呀 要不要黑口啊 要 来 行啊 蕾翼 小子进步不小啊 你说你这一把年纪了 怎么这么能熬 我真是服了 来来来 先洗把脸 早上啊 我盯着就行了 你赶快回家睡觉去 人家不知道啊 每天早上研究一遍 我心里踏实 来 来 你看 你看这张照片 带来 带去这张 好帅啊 特别是这个什么袁小哥哥 个子那么高 腿那么长 眼神好专注啊 叫我等眼狗怎么活呀 真的 好帅呀 你看他气质也好帮啊 你看你看 这长相都能做明星了吧 对呀 进来 阿姨 我和熙熙从西班牙回来了 给您带来礼物 那个 他怕你骂他 就没敢过来 不过这些礼物 都是他特地为您准备的 行了 你别说了 我自个儿生的孩子什么脾气 我心里明白 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的吧 好 我记得上次来医院的时候 有个小男孩 跟你一块儿追我们家姑娘 我猜你领先了 那还得感谢希希给机会啊 行了 你那个膝盖怎么样 最近有没有不舒服 你还能够认识吗 我在西班牙的医生跟我说 回国后要找特别好的医生 帮我复查 我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您了 好 我给你看一看 也就是说 它是用蛋白质做成的海绵 把它固定在 你的十字韧带的两头 让其生长 并且作为一个愈合的桥梁 不可思议 东腿痊育以后 下个月的决赛 我又可以上场了 阿姨 你到时候记得过来看我的比赛啊 子昂 你别告诉我 你做这么一个高风险的手术 仅仅是为了一场比赛 也太自信了吧 你认为你这条腿 现在还能经受得住 下一场比赛吗 如果我的腿 不能奔跑在足球场上 要着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 我是说假设啊 如果说你这个膝盖 他对你的新材料 产生了一些排异反应 就别说你踢球了 可能未来走路都是困难的 所以才需要像您这样好的医生啊 我记得原来华叔叔在激光队的时候 您是激光队的队医 我这回回来找您 就是想请问一下 您能不能再回到激光队啊 你小子 你小子是不是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原来激光队是因为经费问题 请不起队医 现在我爸那么支持我 我想来想去 最好的人选就只有您了 而且您要是来激光队了 华明轩跟希希每天都能见到您 而且您气势够 也能帮我管管队员啊 我敢向您保证 就算陆教练在 他也不敢对您说什么 你别跟我提他 提他你就出去 阿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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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别说了 早上你腿没什么事 我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留下来 还想打听些别的什么事情 就请你拿上你的东西 向后转 你一个病人 自满去哪儿了 你担心我啊 不担心你 我坐在这儿傻等 你是一个人睡不着吧 你再胡说 问你去哪儿你赶紧交代 我是去办正事去了 我找你亲妈帮我看腿 她说我的膝盖没有问题 放心吧 你去找我妈了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我倒是想和她聊 但她什么都不说 我妈这根就是这样 从小到大 只要是她不想说的事情 你怎么问都没用 我小时候就觉得 她这人特别难沟通 我爸也跟你妈一样 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 但从离婚之后 我爸就变得特别不可理喻 话是这么说 但是父母嘛 不管说什么 还是为我们好 看我干吗 我看我们家傻兮兮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谁傻 谁傻 我本来就很聪明好不好 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有时候 做死女的要理解父母 他们其实真的在为我们好 对不对 对 你说得很对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呢 你能不能不要这你不过三秒 我不知道 不过三秒 你不过三秒 还有还要不过三秒 也没求 我刚才发现了 那是个事 我刚才发现了 我快就变述了 你大了 我不为我 拿一下 你这次专门过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有些事想跟你聊聊 咱们都这么久没有聊天了 你这次过来找我 不只是聊天这么简单吧 好歹我也是你之前的足球经理啊 聊聊都不行 你父亲有一些东西在我这儿 我替你曝光好多年了 我觉得是时候该给你了 我不懂了 你学校的奖尔 你俩试了 咱们有来有强奖 咱们得好 咱们的东西 q 我们试着 我们找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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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